沈碧青 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好 我现在无论做什么 都弥补不了 我给你造成的伤害 但是我还是要说 唐熙发生的事情 真的是阴差阳错 那场婚礼也是你安排的吧 我承认 我跟你结婚是为了完成任务 但是林月长 压榨百姓 杀人无数罪恶滔天 他真的该死 但是我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 那天的事情会发展到那一步 我想阻止已经阻止不了了 我只能不顾一切地 去把任务完成 我阿爸干什么 我不知道什么是革命 我只知道你 是害了我家破人亡的凶手 你说得对 我今天 也不是来求你原谅我的 孟宋 我只希望你能去上学 你从一开始就知道 我是沈碧青 你劝我去读书 在学校对我是那么地关心 这些都是为了减轻你内心的负罪感 我真的是瞎了眼 我真的是瞎了眼 把你这个无耻小人当作是我的恩人 恩事 我告诉你 我沈碧青 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好 我理解 我知道你离开昆崖 是因为我 你看这样好不好 你回去念书 我走 范耀棠 这个畜生你还没死 好 你把我们害得更不惨 我今天没必说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别打了 要打就打我 你给我起开 沈夫人是我害死的 我们原本的计划 是在半岛上杀了林月长 可前天晚上下大雨 若他放了 林月长临时赶得到 我们行动队的几位同志 不愿放弃行动 我作为副队长 免得拦住他们 才造成了沈家和麦家的惨案 胡大成 原来你们两个是一活的 这整件事都是我的错 我只希望沈小姐 能够原谅秋实同志 原谅 怎么原谅 他怕我们害得这么苦 你还不够呀 我 不够 麦瑶汤 如果您曾经做过什么 我的阿嬷再也回不来了 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的话 就请您再也不要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我不想再见到你 我不想再见到你 从今往后 我们之间的恩怨 就此了解 不复 不复 回来 不复 你们 没事 没事 没事了 没事了 你们先出去吧 没想到在广州都能遇到这个畜生 你就打算这么放过他了 那天晚上 当我知道他就是卖药糖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崩溃了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开得清 差一点要了他的命 像他这种人 就算打死他都不为过 不对啊 我怎么听你俩刚才说话的意思 他好像是劝你回去上学了呀 他是桂牙女士的教导主人 什么 就他那种人也能打老师 我从尘堂的永春楼 跳江逃跑的时候 就是他救了我的命 后来 他劝我去读书 费尽心思地帮我安排 让我成了桂牙女士的特招手 让我见识到了这个 我从来不曾知道的世界 也让我重新感受到了生活的温暖 我视他为恩师 恩人 我感激他 尊敬他 尊敬他 崇拜他 我以为我的恩王就这么过去了 我甚至以为 他会是我生命中的那个 我 他 我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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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他 他 他 你 刚才洋行有人跟我说了 你被老板辞退了 什么 我为什么被辞了 说是洋行里面有个箱里 看见你在杀面演讲了 回去就跟那个欧阳老板说 说罢工是你带的他 老板一听 一气之下 就把你给开除了 我却站在台上说了几句话 再说了又不是我在头 凭什么把我给辞了呀 你不是要跟帝国主义 和资产阶级做斗争吗 罢工是罢工 那是另外一回事 这工作不能丢啊 说句良心话 欧阳老板对咱们不错 工资也比其他地方高 其实我 我当时就是一气之下被逼的 不就是因为一张相片吗 那现在怎么办呢 郭大张 你来得正好 就是你 每天让我参加什么什么罢工 这下好了 我被辞了 你先别着急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 放心吧 罢工委员会 会想办法帮你解决的 欧阳先生 我今天是受罢工委员会的委托 来跟您谈一下 开除陈贵的事情 您把它开除了 这在工人当中 影响很大 我希望欧阳先生 能够从大局考虑 收回成立 麦先生啊 真是遗憾 咱们俩第一次见面 竟然是为了这个事 如果麦先生 是为这件事而来的话 那我真的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你知道这个陈贵给我带来多大损失吗 四百万两百亿 他不光是在我行闹事 而且还串通了周围的领事馆 还有其他洋行的华工 这样的人不严惩不行啊 否则我的生意怎么做 我的实业该怎么办 我相信欧阳先生 你们应该知道 租界当局 颁布了歧视华人的颗粒 这在华人当中 引起了巨大的义愤 现在全市的工人和学生 都在游行 都在声援 您想一想 这是靠某一个人闹事 能搞成的吗 说实话 这我就管不了了 但是我行有我行的规矩 我作为董事长 总有权利处理一个 不净职守的员工吧 欧阳先生 其实 我早就听说过您父亲 他白手起家 靠自己的聪明与智慧 创造了巨大的才子 成为了一名 很成功的资本家 一八四二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 他就慷慨解决 捐出了五十万两百亿 而且他还曾经 捐助抗英军饷 当然 您不单是 继承了巨大的家产 更继承了先辈的精神 我知道您曾多次 给同盟会和中山县上卷款 一九一一年 三二九起义 您也伸出了援助之手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现在说它还有什么用 他们不照样对着我喊 打倒买办阶级 欧阳先生 我认为这些事 还应该客观地看 买办阶层当中 确实有和帝国主义狼狈为奸人 但是爱国的开明人士 也大有人在啊 我认为欧阳先生属于后者 麦先生就不用给我 戴高帽子了 你看由于你们的罢工 我连一个员工都没有 连个倒查的人都没有 如果你们继续罢工下去 那我告诉你 整个广州的贸易 事业 全得完蛋 欧阳先生 我这么跟您说吧 只要新警律一天不撤销 罢工就一天不会停止 因为这关系到 我民族大义的大师大妃努力 不管是发生的事情 还是开除陈归的事情 我希望欧阳先生 能够三思而后行 好吧 年轻人 我答应你 我会认真考虑你努力 什么 他答应好好想想 你去跟他谈了半天 他就答应好好想想 那不是跟没谈一样的 答应就是答应 不答应就是不答应 还想个屁啊 我看他这是在耍你 我不觉得他是在应付 他这个人很强势 要想让他改变自己的决定 还需要一个过程 过程个狗屁 我告诉你 欧阳启太太的生意 能做那么大 他的心眼绝对不比一般人的少 他看你是个文人 就故意给你 磨磨叽叽地兜圈子 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不行 还是得我去 我马上就去 让他给个通话话 别没完没了的 跟婆娘的臭狗角不一样 最好还是别去 再等一等吧 等他做了决定再说 老欧 请问 你们是 请问你们是 你就是 一丰洋行 欧阳启太同事 我就是 你是 罢工委员会的 欧达明 那请坐吧 不用了 咱们长话短说 我今天来 还是为你开除陈贵的事情 这可是 我不是已经答应麦先生 会好好考虑的吗 没什么可考虑的 我今天不是来求你 也不是来和你商量 我是来 向你下最后的图片 你必须马上收回 开除陈贵的决定 那我要是不收回 那你就是铁了心 要当地图主义分子的 帮凶和走狗吗 你要考虑清楚后果 你这是在威胁我 好 那我就告诉你 我做出的决定 从来都不会收回 我也告诉你 我虽然是穷工人出身 但是对你这种 高高在上 已施压日的老爷 我从来没有出过去 我能供您尽情 会和你这种 代表地固属于利益的 资产基金派败 斗争到底 那我们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请你们 从我的办公室里出去 咱们走着就好 走 祝鱼 我说不让你去 你非要去 我说不让你去 你非要去 这下好了 这下好了 闹僵了 幸亏我去了 他自己亲口说的 他做出的决定 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他做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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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露出真面目了 这不是露出真面目了 你还说 他答应考虑考虑 他考虑什么了 他考虑什么了 我说你被他耍了吧 我说你被他耍了吧 他是资产阶级买卖 资产阶级买卖和 帝国主义穿的是联当裤 这样的人 我们就不能对他客气 谁说我爸跟 帝国主义穿联当裤 麦先生 麦先生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学生罢课 和工会罢工 拧成一股声 我们来这里 是和你们协调 罢课时间 还有游行路线的 结果没想到 一进来就听到 你们在说我爸 我一直以为 你父亲 是个开明的爱国商人 没想到 他这么多玩意 老欧 出什么事了 麦先生 你父亲开除了一名女工 老欧 领导工人运动 你跟大仗比我有经验 但是我还想提醒你们一句 斗争也要分清楚对象 就是说得对 我看咱们先缓一缓吧 别再计划矛盾 等双方先冷静一下再说 我们哪有时间等哪 你可以冷静 就算欧阳期待也可以冷静 可外面那些罢工工人 他们冷静不了 要是不说会 开出陈桂的决定 就可能依捣到 罢工队伍的信息 后果会很严重的 陈桂 孙倾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浅 偏 稿